各位全民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波球和佐藤佳阳的比赛 这是在泰国的全场 两人已经交手过多次啊 当然波球还是有着比较高的胜率 佐藤佳阳也曾经KO过波球一次 作为了波球职业生涯唯一在K1唯一一次被KO 波球是泰国最顶级的拳手 我们看一下两个人都是40岁以上了 佐藤佳阳在身高上有很大优势 波球是泰国的传奇拳手 两届K1MAX世界冠军 这层也是T选规则 佐藤佳阳是日本气功能级T拳的二号人物 前三吧水平是前三 他和除了磨砂斗是当之无愧的王者之外 他和小比两个人都可以 都是前三的水平 在老K1MAX可以争夺日本第二的头衔 佐藤佳阳也被拳迷称为日本踢拳最后的大佬 因为在小比和毛沙斗推移后 佐藤佳阳成了后K1时期日本唯一的顶娘柱 我们看波球在跳泰拳的败师舞 佐藤佳阳也在进行热身 佐藤佳阳已经退役很久没有打比赛了 很多年没有打比赛 但是波球呢一直保持着不错的竞技状态 所以这场比赛波球应该会占据很大优势 甚至KO对手 此前佐藤也KO过波球 所以波球要抱着一拳之耻 波球最近的一场比赛是在今年打了一场裸拳比赛 裸拳拳击 也是守卫和轻松KO的对手 当然也是一位老将 据BKFC的消息说 波球在明年将会和擅菜进行一场裸拳拳击比赛 波球在40岁的高龄还能签约裸拳拳击 确实感觉匪夷所思啊 还这么玩命赚钱 说实话能够打到40岁 像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已经很少很少了 波球这个身体非常 波球这个身体状态非常不错 我们从这个肌肉的维度可以看出 已经40岁还有这样的肌肉非常不容易 应该是平时都保持着非常严格的训练 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 佐藤的身材也保持的不错啊 也是40多岁但是还依然有不错的肌肉 佐藤嘉阳54胜23负一平 曾获得多次世界冠军 佐藤嘉阳 也是非常淡定的一位拳手 下面是主持人在介绍波球 战绩241战24负12平 这个差距立马就显现出来了 当然因为泰国的话 他很小 他把小时候那些比赛 那些未成年的比赛也都算入在内 所以他战绩都是动不动就200战300战 实际上那些应该不能算是职业战绩 都是小孩子打的那些比赛 当然泰国人的比赛频率是非常高的 两个人的比赛即将开始 波球能够能否一雪填耻 那我们来看看佐藤嘉阳的状态如何吧 好 首回合比赛开始 佐藤嘉阳率先发起进攻 一个高扫 波球借腿后将对手摔倒 佐藤嘉阳的身高臂展确实有很大优势 开场不断进行不出扫踢 波球这几下就是很随意地打了一下 并没有认真 赛前说这是一场表演赛 但是具体良人会不会认真打 我们也不太清楚 佐藤嘉阳顶膝 继续点心 波球的左腿的高扫 波球的后手 波球的拳法进一步非常大 像比以前只会用腿 现在他的拳也是他的大手锏之一了 波球连续的击辅加一个高扫 躲过了对手的扫踢 就是接腿后一个前手拳 但是并不是击倒 失去重心 波球连续的拳法 哦 一个后手 将佐藤击倒 裁判终止了比赛 裁判终止比赛 波球 少回合 KO获胜 也是一血前耻 恭喜波球 非常漂亮的一个后手拳 佐藤 也是为了 捞钱也好 轻快也好 也是不容易啊 我们看这个后手 直接一个后手 穿过了防御手臂 一个后手 摆拳 直接将佐藤击倒KO 我们看一下慢镜头回放 这一下没有打中 这一下绝对KO 突然就会有关键 但这次 这次 突然 突然 押着防御手 下手 然后手 向前方 突然 向前方 这就是 她 写了 有